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位於日本九州的宮崎 這裡主打壯麗的自然風光和在地美食 這次帶大家先去高千穗牧場親身帶自然 然後便宜炭宮崎牛燒肉 再去牛奶廠參觀 實行食買玩一條龍 高千穗牧場是九州地區最大的速牧養殖場 由宮崎機場出發大約一小時左右的車程 牧場四面橫山對正高千穗風 遊客來到這裡除了可以接觸牛、羊等動物外 還可以參加騎馬、拿牛奶、製作芝士等體驗活動 三隻人跟著你 玩到差不多一刻 到時候去牧場餐廳吃午餐了 這裡供應成吉思汗料理和烤肉 價錢合理而且份量多 來到高千穗牧場這裡 有得玩有得吃 裡面的這間燒肉餐廳 除了可以吃宮崎牛 還可以看外面的風景吃飯 好客氣 別客氣了 平時在香港吃燒肉的時候 很怕吃到很肥的牛 但這裡的中期牛 它肥瘦剛剛好 但吃口依然很香牛肉味 吃飽飯記得賣在手上才吐酒 商店裡面有大量用牛奶製作的食品 還可以吃到牛奶軟雪糕 最後帶大家參觀營運高千穗牧場的 南日本洛龍協童珠色會社 他們位於都城的工場 他們出品的牛奶和乳酸菌飲料 在香港都買得到 如果大家平時在香港 有行日本超級市場的話 應該都覺得這兩包東西很熟口麵 其實就是來自身後的奶製品工場 南日本洛龍協童 在日本有多個工場 用的牛奶有部份來自高千穗牧場 工場講求衛生 絕大部份的機器都是全自動操作 製作完成後 就會輸出到全世界各地 大家有機會的話 不妨買包試試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再見 請訂閱